这是一个满级变态 她把那些长相甜美的妙龄少女活活淹死 然后用漂白水漂白 制作成各式各样的洋娃娃 佛波摩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抓住她 可她却已经变成植物人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还有受害者在她手上 而她是唯一知道受害者位置的人 为了拯救女孩 佛波摩决定利用高科技 进入她的精神世界寻找答案 这是一种神经染色体结合转移系统 该系统能让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工作人员把催化剂注入到小美体内 然后盖上超导体内米抹布 随即工作台下降 小美和丧彪纷纷悬于半空 据说悬空状态能让精神分裂者平静 所以这更有助于开展工作 随着工作人员启动神经连接 小美瞬间来着丧彪的内心世界 这是一个混乱且又邪恶的世界 到处都充满着血与泪 一个小男孩奔跑在一眼望不到头的城墙上 显得是那么孤单与绝望 而这正是童年时的丧彪 小美试图和她打招呼 可她却惊吓般的连忙躲进暗处 随后小美找到男孩 发现男孩和一匹骏马在一起 这里可以理解称 男孩就是这一匹强壮的骏马 但是本该自由奔放的她 却被禁锢于这方寸之地 小美友善地和她打招呼 可她却害怕地躲在角落 因为她知道一切美好都不属于自己 而下一秒也应征了这一点 眼看着小美上前抚摸骏马 她立马变得神情紧张 连忙一把推开小美 随着扎刀的落下 小美这才意识到 其实男孩的内心是善良的 但是她的生活环境却不允许她善良 就像眼前这匹骏马一样 她的善良被无数次粉碎 以至于她的内心世界被邪恶全部侵蚀 随后小美误打误撞 闯入丧彪的真实内心世界 这里犹如地狱一般 全是被丧彪残害的无辜女孩 丧彪把她们做成各式各样的花式玩偶 以供自己欣赏 而丧彪则是这个邪恶世界的王 她高居宫殿 已经彻底魔化人为堕落之王 她发现了小美 她也是被吓得够枪 她表示再也不想进去 可警探却告诉她了个棘手的问题 丧彪的杀人游戏是全自动化的 也就是说 就算丧彪不在 被关在密封舱的人也会被淹死 而现在时间所剩无几 无奈小美只能再次尝试 这次他们打算从小男孩入手 可万万没想到 丧彪早已布下陷阱 小美一进去就被关进了一个四方盒子 小美惊慌失措 连忙打开钢门逃跑 奈何脚有麻绳 根本逃不掉 好不容易解开麻绳 又掉进无尽深渊 被困于黑暗之中 不一会儿工作人员察觉到异常 突然间小美和仪器断开了链接 这也就意味着小美已经迷失在丧彪的梦境 情况极其可危 警探建议立马终止程序 但是哪有那么简单 因为在迷失状态下 只有小美自己能终止程序 而此时小美已经被丧彪抓住 彻底迷失在丧彪的世界 光靠小美自己根本不可能逃出来 所以必须有人进去丧彪的世界 帮助小美找回自我 听到这里 警探那是义不容辞 赶紧躺上设备进入丧彪的世界 殊不知丧彪已经不好陷阱等着他